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焉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13分 今天好恐怖 一开盘之后 原本在10点半以前还有一些撑盘的力道 10点半以后卖压狂泄 今天行情跟前几天比较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前几天一开低就有买盘把它推上来 所以连续三天都从跌200多点拉回头 收盘变成小跌 这一天3月28号 然后4月1号 跟昨天的4月6号 都从跌300点跌200点拉回头 收盘小跌 那今天是几乎没有买盘 一路卖压一直出来 收盘收在最低 跌了343点 一般来说 如果尾盘要拉抬 最慢最慢 快的话12点半就要开始有动作了 最慢一点一定要有动作 一点再没有动作 那最后 那最后 当冲的卖压一出来 指数一定是压低收的 那今天很明显 到了12点半买盘都还没出来 到了一点还是没出来 那最后 当冲卖压一路灌低 收盘跌343点 今天算是很惨烈啦 卖压很重 成交量3106亿 外资单也不会错过 今天灌压台股的机会 今天外资卖台股 卖了400多亿 我们来看 今天外资卖台股 卖了447亿 打到机会 外资一定是用力灌压台股 那外资灌压台股 其实也不见得 一定会随他的意愿走 你看上个月 所以三月份外资卖了2700亿 三月份台北股市 还是涨了41点 所以外资的卖压 对于当天有效 对于整体趋势来说 影响力恐怕已经没有像以前 来得那么大了 那今天的行情跟前几天 也一个最大差别在哪里 今天金融股也不敢撑盘了 前几天关股银行 甚至于金融股 当大盘跌的时候 都会挺身而出 那今天银行股 你看也都是跌的 尤其关股的部分 富邦金今天是跌了一块半 那关股银行的部分 包含一银 第一金控跌了2.1% 彰化银行跌了1% 华南金控跌了2.3% 所以前几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银行股在户盘 政策做多 用银行股在户 可是昨天 金城银行发布3月的营收 竟然呈现亏损 政策管因 因为持有俄罗斯的债券 一定要提列风险 所以风险一提列之后 造成亏损 那其实在第四季 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四季 金城银行亏损0.26元 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浮现 其实银行股这次 涨幅都还蛮大的 不能讲涨幅 大家应该讲说 本益比都还相对高 你看以彰化银行 去年赚1块钱 股价涨到20块 本益比20倍 电子股很多本益比都还不到20倍 很多赚大钱 业绩好的公司 本益比都13倍14倍 甚至于还有5倍 6倍7倍都很多 那银行股业绩没那么好 反而本益比已经拉得特别高 所以前两天跟大家讲 银行股不够多 你看华南金控 去年赚1.3 这波涨到26块钱 是不是本益比20倍 兆风金 去年赚1.89 算他2块钱好了 2块钱涨到46块钱 本益比也23倍了 2892的第一金控 第一金控去年赚1.5元 这波股价涨到30元 就本益比20倍了 所以银行股获利没有那么强 那股价反而本益比拉到20倍 这已经有点过高了 所以银行股 我不建议大家去追高 上面在拉的空间 恐怕也会受限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 跌成这个样子 300几点 一定很多人很恐慌 一天落30043点 那到底这个行情 守得住守不住 要放下去 今天是跌破了年线 年线是很重要的 第一条防线 年线破了没关系 赶快救回来就好 那有没有机会 所以明天拉回来守年线 有机会吗 我个人认为是有机会的 其实这个行情我看法并没有那么悲观 虽然今天跌了343点 我个人看法并没有那么悲观 身份管因我来告诉你 你还说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股市的部分 今天特别把全球股市 来跟大家做一下比较 你看道琼这一波 涨了 9.6% 涨了3300点 9.6% 那你说这两天 道琼的跌 有跌很多吗 其实也没有 纳达克尔这一波涨了16.6% 这波的回涨其实也不多 费城报导体这次是回的比较多 可是涨的也比较多 费城报导体这一波涨了19.9% 涨幅是相对 在美股里面也算比较大的 因为涨多回的也多 这次在美国市场上面 半导体股跌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乌漏偏逢连夜雨 美国股市回涨修正 那台湾这边又遇到疫情的爆发 所以两厢夹急之下 让市场信心大为崩溃 这是加拿大 加拿大这一次更强 是上来创历史新高 虽然涨11% 是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从这些现行上面 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实都只是 多头攻击的短线修正波而已 这是美国市场的部分 那欧洲的部分 德国这一波涨了19.9% 那加上昨天的下跌 这也是前一波的回档修正 幅度都不大 英国已经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那法国这一波涨了18.6% 那这两天回档 其实在信息上面看起来 也都还OK 没有很大 那澳洲股市这一波涨了12% 已经快要创历史新高 因为这次战争的开打之后 很多金属商品价格都大涨 那澳洲本来就是挖矿的 对不对 所以金属价格大涨对澳洲来说 是最大的受惠 所以股价来创历史新高 也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的部分 亚洲股市日本这一波涨了14.8% 那这两天涨多回档 香港涨了23.5%最多 那今天香港其实 你也看不出有太大的一个修正幅度 南韩这次跟我们一样 涨的相对比较少 南韩是6.2% 可是它回的也不多 台北股市涨最少的 涨了5.7% 将近快1000点 900多点 那涨的少又回的多 因为信心不够 那加上疫情的引爆 所以台北股市目前跟国际股市 比较起来的一个现况 所以你要了解国际之间是怎么样情况 那再来回过头来看台北股市 你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从欧洲 美洲到亚洲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股市经过大涨一波之后 目前在回档修正 幅度其实都还OK 都没有很大 那台北股市涨最少 加上疫情一爆发 外资又趁机灌压 谈到外资灌压 外资卖了那么多的台股 可是 外资把台子期空单 已经几乎都补完了 原本上万多口 现在剩下6000口 所以外资的用心是如何 这也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如果外资看得那么悲观的话 那应该是加码空台子期 对不对 不是台子期空单都补得差不多 然后再来灌压台股 这样感觉就怪怪的 所以外资会不会是 故意灌压台股 空单补完之后 准备要从低档开始进股票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还是有的 还是值得注意的 所以台北股市这样一比较起来 跟全球股市的落差 就变得很清楚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波 的下跌只是怎么样 上涨的修正 只是上涨的修正 那如果只是上涨的修正的话 那就不能修正的太低 今天是破年线 破年线之后明天会不会有年线的保卫战 要注意啊 因为今天打下来虽然有3000亿的成交量 可是这一根大涨507点 是4000亿的成交量 这一根4000亿带量的攻击 那这一天 今天回来 回测这一根的买盘 今天量是3000亿 所以这一根实质的买盘是有效的 所以明天我个人认为 回首年线的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几乎没有买盘的情况之下 把盘压得这么低 那明天有没有机会开出高盘来 重新回首年线要注意 那目前欧洲开盘了 德国目前是涨66点 法国目前也涨了0.7% 有跌升回跌开始反攻的味道 要注意 那今天成交量分布里面 电子股54% 航运股10% 金融股刚刚讲过就不再重复 金融股怎么会退关 那钢铁股今天是2.5% 今天钢铁股上半场表现也都还不错 可是下半场整个卖压出来之后 钢铁股还是被压低收 现阶段你要注意的是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三月营收开始陆续发布之后 从昨天发布的过程中 已经有很多家 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这些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在今天排名上表现相对来得比较稳定 那剩下能够发布的时间不多 因为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嘛 今天是7号 明天礼拜五8号 那9号10号又遇到 礼拜六礼拜天 那剩下下礼拜一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明天跟下礼拜一 三天时间之内 所有营收1700家全部都会发布出来 所以会形成密集发布的现象 那这种密集发布 如果利多是偏多的 那反而是一个机会 三月营收我估计 应该至少有120家以上 会创历史新高 昨天发布出来 大概已经有120家 创历史新高了 那今天跟明天会更多 因为毕竟四天假期回来 马上账能够做出来也不容易 所以昨天发布的量是有限的 那今天跟明天两天 将会是最密集的 包含礼拜一的部分 所以你要去了解哪些公司 三月营收有机会大放异彩 钢铁股的部分 大成钢是还没有发布 大成钢你可以看到 今天原本上半场还是呈现上涨的 那下半场没办法还是被压回 因为卖压太庞大了 可是大成钢最近的走势 其实已经开始走稳了 最近这几天大盘的下跌 大成钢其实已经开始守住了 那到时候大成钢金仁钢 营收发布出来 如果再创历史新高的话 机会很大 因为二月营收只掉了0.5%而已 所以到时候大成钢一发布完之后 有没有机会站上51块钱 我才一口也站上去 51块钱如果一站上去 那么整个行情 又是一个小底完成 一个双底 就有机会再发动 所以钢铁股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不锈钢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杭股的部分 今天杭股卖压太沉重了 没办法 长龙跌了5块钱 阳明跌了4块半 那长龙阳明这一波 原本还一直在守稳 那今天真的是大盘卖压太重了 一样被压低下来 可是这个压低下来相对 还是属于比较强的 那么整个时间周期 从这天最高点算下来 今天是第22天 这里是21天 这里是第22天 第22天接下来 就在等反转确认棒子的出现 今天日本的海运股 走势相对是比较稳的 今天山井跌了1.9% 川崎跌0.7% 游船跌2.5% 那长龙阳明 这里打底已经打了一个多礼拜了 长龙阳明3月营收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阳明2月营收是掉了6% 1月营收是历史新高 长龙1月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2月营收掉2% 那你掉2% 要再回补是很快的 那包含 2637惠阳 昨天发布的3月营收 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长龙阳明这两天发布出来营收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如果有的话 那么有机会带动整个航运股 再开始做修正完毕之后的供给行情 所以航运股本身来说 也是一个带动的机会 今天的盘之所以这么弱 其实跟什么有关 跟没有主流有关 因为领头羊都没出来 不管台积电联电或者是联发科 都会维持弱势 那包含长龙阳明 一个行情如果没有投 就没有办法凝聚市场的买气 没有办法凝聚市场的共识 那大盘要止跌就不容易 所以长龙阳明 这两天的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要特别注意 我个人认为低点是不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我们先来谈一下高尔夫球杆好了 因为高尔夫球杆今天的表现 是很强的 而且发布出来营收数据 也是很好的 兼附胜应用 大田明安 居民 明阳 全部都是上涨的 在大盘跌343点的行情里面 能够整个族群维持上涨 那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高尔夫球杆这个族群你要注意 大田昨天发布三月份的营收 7.4亿 月成长2.5倍 年成长24% 那这是历史第三高 高尔夫球杆族群 我今天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份报告 让你能够充分了解 高尔夫球杆目前的状况 你知道目前全球打高尔夫球的人 统计到去年底 有6600万人 那之前每年是以将近250万人到300万人的速度 慢慢在增加 那从疫情一爆发之后 你看2020年一年增加520万人打高尔夫球 去年更增加到650万人 因为疫情一出来之后 大家在保持安全距离 在运动的部分高尔夫球杆 打高尔夫球本来就是属于个人的 甚至于一个小group 少数几个人的一个活动 所以去年增加650万人 很明显连续两年疫情爆发之后 快速的增长 那快速增长今年应该也不会少于600万人 那你要了解一年增加650万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商机 以目前一套球具八甘来算 一套大概是4.5万台币 那以去年650万人 所以整个商机是有2925亿的商机 这个产业其实还蛮大的 那如果说以接单价来算 因为这是以销货价 接单不可能卖这么贵吧 对不对 你要让厂商有利润 所以我们以三分之一的接单量 接单价格来算的话 一年将近有1000亿 1000亿对一个产业来说不是很多 问题是台湾占了七成的市场 台湾高尔夫球杆的公司只有四家而已 所以这四家一分配下去 其实利润空间都很大 那整个人数从300跳500跳650万人 所以为什么高尔夫球杆的族群 这两年的爆发性会那么大 从5块6块跳到20块 民安也从5块钱直接跳到10块钱 甚至于居民从2块跳到4块 富盛应用本来就很赚钱的一家公司 去年也高达从8.6跳到18块钱 那今年从4月份开始 美国跟日本的客户开始密集出货 所以可以估计得到的 除了3月营收高尔夫球杆族群 会很旺以外 因为今天下午我已经看到 民阳的业绩 民阳3月份也是历史新高 所以接下来包含民安 富盛应用具名都值得期待 创新高机会都很大 那整个族群经过最近的整理之后 最近大盘涨它也不涨 跌它也不跌 那整个底部已经打得很扎实 所以接下来高尔夫球杆族群 会不会脱颖而出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卖压很重 但个别股的行情比较重要 相对高点的股票跌起来幅度就更大 景硕今天跌了6% 那今天台积电的部分 你看华通这次涨高之后 华通金像电分别都下跌到3% 今天航行跌3%的都蛮正常的 那联发科今天又来摸底850元 昨天开低走高 今天再打下来 那外资一直在打压联发科 这是看得见的 这一次我是没有买联发科 可是没有买联发科 联发科还是要列为 首要追踪的标的 因为联发科影响到 IC设计族群的一个行情 那联发科跌到这里来 今天是第58天 前一波涨了57天 这波下来今天是第58天 一辈的时间已经到了 现在底部有在出量 所以这两天联发科要注意 反转的确认的讯号 联发科如果能够出现 反转确认的话 那么对于IC设计族群 就会有带动的机会 当然联发科三月的营收 会不会像外资说的那么不好 因为外资最近一直在降 又降这一支平等 又降那一支平等 都是这样啊 联发科在1,000亿的时候 给他喊到1,300 1,400 完全没有看到乌云 那现在行情叠下来了 反而一大堆利空报告都出来 外资一定是这样在做的 长期观察你应该要了解 外资的一个报告的情况 是属于怎么样 那今天联勇也被压下来 打回到400块钱 联发科跟联勇本来就是 同步的公司 那同步公司联发科不涨 甚至于跌 一定会压抑到联勇 那昨天天宇已经发布了 三月的营收 所以天宇今天开盘很强哦 昨天天宇所发布出来营收 是指标性的作用 因为天宇本身也是面板驱动IC 所以天宇的营收发布 那么相对的 细创跟联勇 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天宇三月营收22.3亿 月增32% 年增43% 48% 这是历史次高的营收 跟历史高点营收 相差只有5000万而已 所以天宇有这样的数字 那么相对的这两天发布出来之后 细创 因为天宇 二月营收掉了17% 细创二月营收才掉2%而已 联勇二月营收才掉4%而已 所以这两家公司 这两天发布出来的数据 我个人估计 应该是会有不错的成绩 那现在股价跌升了 那跌升不是让它减便宜 或者好机会吗 对不对 所以航情跌会让人家造成恐慌 普遍的人都知道 航情还是拨都会怕到 航情起的时候都想到去堆 那到最后就变成追高杀低 最高杀低 那以联勇去年每股获利63块钱 你以投资价值的眼光来看 但每个人做法不一样 有些人就盯着盘命的强弱事故 涨他就一直追 跌他就一直看坏 那我也不能说错 因为每个人做法不一样 那如果说以价值投资来看的话 一家赚63块钱的公司 今年的营收前两个月 又成长了四十几% 要开始要进入年度的旺季了 股价在400块钱 我个人觉得 这种价格其实是很低廉的 这种价格其实 但你现在马上买 或许不会马上上来 也难说啦 整个回涨时间 周期其实已经结束了 这波下来到今天 也是第58天 前一波57天 这一波58天 时间也快要搞了 那现在就等 一根确认的棒子出现 所以联永跟细创这两天 营收发布出来 如果有好成绩的话 会不会形成攻击的好机会 但联发科 将会影响到联永跟细创的一个行情 因为这是同步的行情 提供给大家参考 台积电今天跌了12块钱 台积电的跳空缺口 会不会把它补掉 如果台积电跳空缺口一补掉 那么对于大盘就属于比较不利 所以之前 加权指数站上连线 台积电一直无法站稳连线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会对于大盘形成压力 因为毕竟台积电占了快三成的比重 大盘连线要走稳 台积电务必要站回连线才行 这次台积电连线没有站稳又掉下来 所以造成大盘押回的一个力道 那台积电三月份的营收估计也会不错 那联电外资昨天卖了7万多张 我告邀习微 又把行情压回50块钱 好不容易涨到54.5了 这两天又被外资给压了回来 可是联电三月的营收还没有发布 可是创历史新高机会是很大的 如果再创历史新高 就是连续第六个月 到时候如果创历史新高 会不会让行情有大逆转的机会 所以说 我说这几只股票 都是很重要的指标股 今天旺宏相对就很稳 旺宏下午营收发布出来 果然又是好成绩 三月营收42.9亿 月成长17% 年成长17% 第一季的营收115亿 115亿 写下历年来第一季最好的成绩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在录节目前我算了一下 旺宏第一季的EPS 如果好的话 应该会有接近1块半 如果差一点的话 应该也会有1块2 因为这牵扯到毛利率的问题 所以估望宏第一季应该有1块2到1块半 1块2到1块半 跟去年第一季的五毛钱比较起来 倍数啊 所以旺宏目前本一笔只有6倍而已 6倍本一笔加上第一季的业绩又创新高 比去年成长可能会到2倍 所以旺宏明天会不会有开始上来的机会 因为今天大盘跌那么多 旺宏就已经守得很稳了 已经有开始在预期业绩会不错的一个契机 所以旺宏明天也要特别注意 你看大力光营收发布完之后还是继续跌 因为呈现的是年减 所以你呈现年减 股价硬生生就往下打 所以接下来行情重点都在三月营收的部分 可以多花点时间去了解各产业 甚至于每一家公司三月营收的状况 这个对于你在选股上 在操作上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高尔夫球刚刚讲过就不再重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华硕也压回了7块钱 没办法大盘太弱了 所以华硕跟着被压下来 华硕三月的营收 我估计有可能会达500亿以上 有可能会达500亿以上 那二月的获利已经创下历年来最好的二月份 三月份回来500亿的营收 目前正好在连线360元的保卫站 所以明天华硕三百六要站住 站住后这个盘子回头回去 也会很快 因为毕竟北比只有六倍而已 加上这次要配42块钱 所以目前有很多 去年赚大钱 今年预估也会不错 那股价北比很低 价格也很低的 如果这波大盘只是修正坡的话 上涨的修正坡的话 那么明天将是最后年限的保卫站 所以这个行情 我个人看法不悲观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你要掌握三月营收创新高的公司 这些个股如果高涨就不用想了 如果是在底部区北比又低了 那反而是 让大家提供给大家借入 介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那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一起来做投资理财规划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